9月12号在海森卫那一次了 习近平跟安倍在那场合上面见了面 但我要问的就是习近平 像武董事长的一个说明就是 本来一开始没有医院见 后来因为美中贸易的关系 让日本有机会 因为经济的合作的关系 让习近平见了安倍 但这一场见面会之后 老大跟你请教 隔美两天出了另外一个新闻 这新闻大家看一下 这是日本的官方网站 登的一个新资料 重申钓鱼台日本的领土 其实这个东西跟大家做个报告 这官方的网站 每一年都会邀请不同的领域的专家 去从史记上来讲做个研读 要证明说钓鱼台在过往 就是日本的领土 那资料每一年都会公布 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面 但时间点日期没有一定的 但这一次今年公布的新史料 说是1891年 当时的冲绳县政府下令 他们的警察局要暂时性的 管理钓鱼台的列岛 所以说在1891年开始 他们用这样的史料来说明 钓岛 钓鱼台就是日本领土 但就在见了习近平之后 发布这样的讯息 是有点给 不会觉得说给习近平 没有太多面子吗 你才见了我 然后就跟我讲说 钓鱼台是你们的 他们两个见面 就是一个大格局看问题 那日本一直认为说 钓鱼台应该是他们的 那么我们认为钓鱼台是我们的 大陆认为是他们的 这个本来就是有一些争议的 但是日本这次公布这个资料 我也看过了 你会注意到呢 他所有认为是他的 都是在甲午战争以后 中间的一些证明 比如他有一个鱼罐头工厂 然后他有一些什么都在这个 他唯一提出来的是说1885年 1885年是在1895以前呢 他说1885年他归警察厅的资料 就是警察厅呢 就已经在那边就是说 有调查机构有干什么 意思好像跟钓鱼战争没有关系 因为钓鱼战争钓鱼台 可以讲说跟着台湾割给日本 那么你以后应该是跟着台湾 还给我们 所以他呢 但是他1885年 他这个故意来说是警政厅 他没有讲别的 警政厅有调查人员去啊 那么我现在可以跟各位报告 就是说1885年 日本外务卿锦尚新 给内务卿的一个报告 经过强继查 那个地方应该接近清国 那清国对他们有命名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讲说 那个是我们的不太适合 所以现在呢 去慢慢调查 了解他有哪些港湾 了解他的形状 以后等时机可以的时候 再见机而坐 所以他反而 在查他原来的资料的话 他警察为什么去 警察只是调查那边海域的情况 并不能证明那个时候是你的 好那把这个东西 这时候这个点来讲 你刚刚讲说 因为他们看事情是大格局来看 可是公布的时间点 不就给人家觉得 没有很尊重别人吗 你公布的 你这个公布时间点就是说 就是让这个 协计你们不会高兴 但是呢 也不愿意接受 但是呢为了大格局还可以忍受 是啊 你一定要考虑国际间 第一个就是乐观其成 第二个就是接受 不高兴但接受 第三呢是忍受 这个目前来讲 他尤其在中美贸易那个的时候呢 他对这个还可以 而且这里呢在法律上呢 他是完全推翻的 而且他中间最重的呢 就日本法院判决 1941年啊 台北州跟冲城县在那个时候 东京法院判决 尖隔群岛纳入台北州 后来呢 台北跟宜蘭在争执的时候呢 在台北的日本法院 是判宜蘭胜诉 所以宜蘭还是台湾的嘛 所以你后面还是台湾的 所以真的重要的这个关键 这个他们没有登进去 但是我们台湾自己要保留好 就历史的事件 大家就挑他们自己想要的部分来讲 不过委员刚刚老大讲到一个了 习近平跟安倍 看来接下来 因为即便是日本 公布了这样的一个资料 让大陆方面心里面 也不是那么舒服 但接下来十月份 如果说安倍再回访北京 也不无可能 因为感觉起来看大格局 那我要问了 为什么这次的北京态度 好像也真的没有看到 太多的新闻的报道 说对于日本这样的一个举动 有太大的抗议 就是真的只是单纯 因为中美貿易的机会嘛 安倍他不可能只针对大陆嘛 他也要针对美国跟国内啊 所以都要有一些交代的啦 比如说 尼克森去访问中国 那也不可能都顺着中国的话讲话 不可能嘛 所以我觉得主要是大格局 刚刚子家兄讲的很对啦 就是因为中国跟日本啊 是美国的两大逆差国家 他们是有共同利益的 就是对美国的贸易逆差 那美国第二个现在要整的国家 就是日本啦 那个川普都已经讲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维护 WTO的自由贸易原则 这个对日本也是有共同利益的 所以就这个节骨眼上面 更何况还包括中国市场的经营 就日本的商社显然还要去投资嘛 那日本坦白讲在高科技领域 跟中国的竞争啊 也没有像美国跟中国了 在人工智能还有5G 是高度竞争嘛 日本也没有这个问题 中日还有点竞和的关系 我觉得他们合作的领域 比美国要大得多了啦 而且就这个要维护世界自由贸易体制 它跟中国是完全是站在同一边的 那就这一点让我们可以稍微了解到 北京的态度不如过往的反应那么的激烈 是有原因嘛 那我请问吴董事长 你刚才提到了那台湾呢 台湾在过往调岛的事情 我们有保调运动啊 这一回再次看到他们把调一台说是日本的 我们好像完全没有任何的新闻出现 或者是抗议的声音 不管是蔡英文政府 或者是朱日代表谢唐廷 都没有说什么话 我觉得我又没有看到 北京对这个事情有很大的抗议啊 所以如果北京 北京又有它的考量嘛 刚刚我又讲到 那台湾有我们的考量 我们的考量是什么呢 我们的考量是一样的问题啊 我们去得罪他们干什么呢 我们日本是我们最重要的盟友啊 我们钓鱼台 我们为什么 民进党政府不会为了钓鱼台 才跑去跟日本人吵架 这个是国民党政府干的事情 是吗 当然是马英九会干这个事啊 这跟蔡英文一点 蔡英文毫无兴趣 这点我要跟你说 因为我当过宜兰县党部书记 我们宜兰县所有的渔民什么 是很火的 因为以前我们都钓鱼台去找鸟蛋啊 找什么都很容易 现在好像都不行了 然后就那本来就是我们宜兰人的地方啊 怎么现在都不行啊 宜兰人是不分 宜兰人是绿的比较多 但是在这个 这个跟宜兰人跟哪里的人 我说蔡英文政府 对民进党政府一贯的概念里面 我们基本上是个比较亲日的政权 亲日有日 亲日比较亲日有意的政权 那怎么会为了这点小事情 去跟日本人吵架 何况我们可能 还有更大的在这个军事装备上 军火生产合作的可能性嘛 据说我们现在的潜见的一些技术来源 有一部分是一些日本的 退休的工程师跑来协助了 如果相较之下 这个小钓鱼台没有人会去关心的 就在我们录影的同时 我们在周末 礼拜六上午出了一个新的一个发展 就是在日本重申钓岛是 钓鱼台是日本领土之后呢 我们看到 虽然说北京的官方 似乎没有高层出来开记者会 但是有些动作 包括了中国的海警船 又再一次的进入钓鱼台的周边海域 接近的地方 那之前其实中国海警船 在今年度已经去了18次了 加这一次19次 不过这一次跟上一会儿 比较特殊的是 海警船进入钓鱼台附近 但大陆的官方也没特别 把这件事情拿出来当作 宣誓主权的一个说法 反倒这个讯息是由日本的NHK 所发出来的讯息 所以你看国际之间 很多事情动作在做 讯息各自来做解读 但是总是有一些微妙之处 明日清门 他有一个微妙之ampa 将从你 quer